转转角、垂直速度以及机组的操作 如驾驶盘的赶量、油门等重要参数 那么另一部记录器就是驾驶舱话音记录器 它是安装在飞机的扩舱位 在飞机充电时开始使用 转电后允止记录 可以记录四个通道声音 分别为机长通道、副驾驶通道、备用通道和环境通道 所以记录时长大约是两到三个小时 这两部记录器外表都是橘黄色 颜色非常醒目、便宜充群 也可以抗击高过载通机 可以耐高温、耐海水浸泡、 耐飞机燃油和润滑油的浸泡 不易省毁 可以在适度发生后帮助我们飞机 分析飞机的状态、机组操作程度 在船中面临的浸泡 那么在新气氛 两部记录器还超过以下认为性交 但是该信标只能在水下发动 信号 发出超通通信号 有专业的水下训练 在水中接收信号 信号在水下的持续时间约一个月左右 接收的距离大概在两到六公里 但是本次事故是发生在陆地之上 所以说水下信号定位信标 在本次搜寻中无法提供搜寻的帮助 那么就在发布会之前 我们刚刚接到的前方 民航局前方调查组在前方传来的信息 目前今天下午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部记录器 由于这部记录器的外观破损比较严重 所以前方调查组正在确认这个记录器是飞行数据记录器 还是话音记录器 目前正在确认之中 本次事故的情形也是比较罕见 空管雷达的显示 飞机在巡航阶段突然下降高度 且下降率很大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尽快地找到两部记录器 那么就是数据记录器和苍蝇记录器 送到专业的实验室进行一码分析 这对于我们梳理事故的链条 还原事故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调查组正在组织技术力量 全力搜寻另一部记录器 计划今天下午已经动用了专业的物碳设备 对事故现场地面以下的区域进行探测 同时将以主要撞击点为中心 扩大搜索半径 展开拉网式搜寻 全力寻找另一部记录器 推进调查进度 谢谢 今天主要是发布这些情况 找到两个黑匣子中的其中一个 是事故现场搜救工作的一大进展 下面我们就进入提问环节 请各位记者提问 提问前首先通报一下您所在的媒体单位 这位女士 您好 总台CGTN记者曹楚峰提问 东航为什么停飞737-800 何时复飞 会不会影响相关航线的运营 谢谢 这个问题我们请孙董事长回答 好 谢谢提问 这次发生事故的客机是737-800 虽然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中 但我们先做出了应急的反应 暂停运营所有的737-800 全面排查隐患 就是为了确保后续运行的绝对安全 目前呢 东航呢运力呢比较充足 航班呢不会受到大的影响 至于何时恢复 我们讲严格按照民航安全管理规定 有序开展相关工作 谢谢 第二个问题 请第三排 这位女士 你好 中国民航报记者提问 我想请问一下 当时航班运行的天气状况 是怎么样的 在失事的时候 飞行员有没有和地面取得通信联络 谢谢 这个问题我们请毛主任回答一下 关于这个实事时的天气 我们得到的信息显示 飞机在航路上的天气情况是正常的 而且空管部门也没有接到 任何有危险天气的报告 关于您讲的通讯情况 那么机组与空管单位的 这个通话记录显示 该机从自昆明起飞 一直到突然下降高度 这个之前一直是正常的 保持着空中交通管制 和机组之间的路空通话 那么在机组突然下降之后 空管单位没有接到 机组发出的任何遇险 或者不正常情况的信息 那么直至飞机消失 在空管的雷达显示器上 谢谢 好的 请第一排这位男士 您好 人民日报记者提问 请问客机失事前的维修 与试航情况如何 能否介绍一下飞行员的资质 和飞行记录情况 谢谢 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请 孙董事长的回答 好 谢谢提问 第一个问题就是飞机的维修 和施航的情况 这架飞机是2015年6月22日引进的 飞机的维修 一直严格按照维修技术方案来实施的 技术的状况是稳定正常的 飞机的前续航班飞行正常 起飞前飞机符合维修放行标准和试航要求 正常放行 飞行过程中的地面监控情况也是正常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飞机 飞行机主方面 该航班的飞行机主共三名成员 一名机长两名副驾驶 机长在2018年1月聘为 飞行737机型机长 飞行的总经历时间 6709小时 第一副驾驶飞行总时间是31769小时 第二副驾驶飞行总经历时间为556小时 三位飞行员的飞行执照和健康症都在有效期内 健康状况良好 飞行经历是完备的 符合局方要求 从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看 几位飞行员平时表现都是很好的 家庭情况也是稳定的 谢谢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就到此结束 这个我们有任何